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蠢子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日皇名人昨日下午就发表了录像讲话 就预料他会在讲话当中是表达退位的意思 名人本稿时间今天下午的20将会向全国市发表长约10分钟的录像讲话 内容会谈及皇室今后的工作安排 早前有日本的传媒就引述了宫内厅的消息指出 82岁的名人有感自己年事已高 打算退位于太子德仁 日本传媒早前就做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超过八成受访者是接受天皇生前退位 认为应该尊重名人的个人意愿 不过由于现行的皇室典范并没有生前退位的规定 所以名人需要退位就必须首先要修改皇室典范 以及相关的法规法律 中韩就美国落实在南韩部署的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是真奥升级 内地官媒近期就多次的表示了措辞强硬的社评以及文章 评论南韩破坏地区稳定 南韩总统府就响应斥责中方说法是本末倒置 南韩总统府期外台周日是发表了声明 指中方就美韩落实在新州村 部署的弹道系统的评价是非常的不恰当 而强调部署系统主要目的是应对来自北韩的核式 以及弹道的威胁 如果北韩愿意放弃核武 南韩根本不需要部署系统 斥责中方的说法是本末倒置 声明又指摘中方不应对南韩为捍卫国家安全事 做出的防御性行动是抓住不放 反指中方应该做的是对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的 北韩市提出强烈的抗议和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早前就分别发表了社评文章 业余南韩政府不可能不知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的 战略意图和真正目标 文章当中有批评 南韩的决定是破坏了地区稳定 以及损害了邻国的安全利益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全面的禁止俄罗斯参加礼约残奥奥委会 而俄罗斯提出上诉 俄罗斯体育部长穆特科比尔就表示指出 世界反禁药组织的独立个人报告 从来没有提及俄罗斯残奥会 而国际曹奥委的全面竞赛决定也没有任何的先例 但是打击到了大批俄罗斯的残疾运动员 俄罗斯目前已经是向位于瑞士格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室提出了相关诉讼 世界反禁药组织7月就发表了声明 有加拿大律师麦克拉伦撰写的独立个人报告 揭发俄罗斯政府支持运用运动员使用的禁药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就表示 可能需要重新的审视2014年的索契冬季残奥会比赛结果 境界的残奥委会将会于9月7日至18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 俄罗斯上届的伦敦残奥委会奖牌在排名榜上是得到第二 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当中 中国平张梦雪在女子十米气手枪夺金 赢得了境界赛事的首面金牌 在资格赛以第七名进入决赛的张梦雪 在决赛中段开始时发挥水平 更是造出了10.9环的成绩 虽然他最后一枪失准只得了9.2环 但总成绩是突破了奥运记录的199.4环 以2.3环的优势是击败了俄罗斯对手 赢得这个项目的金牌 也是中国在里约热内卢所得到的第一面金牌 本周五将是天津大爆炸的一周年 去年住在距离爆炸地点最近屋苑的业主陈先生就表示 当局将完成回购列为政府任务 向他的亲人和朋友施压因为不想拖累他人 被迫屈服签署了不合理的协议 爆炸也令陈先生身处是多处受伤 可能留下终生不能治愈的伤害 而陈先生日前就表示 试次的爆炸不是天灾 是有人违法造成的结果 天津市政府要负到必然的责任 但至今就没有向居民做出任何的道歉 是令他感到失望 他就希望政府是可以交代真相 而另外去年曾到当地做环境测试的北京绿色和平 就没有否认是受到当局的压力 财令测试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持续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美股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是远远胜于预期 美股上周五晚是潜注造好 到只剩191点 标普50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 亚太股市今早是全线的向上 横指今早是高开178点 是爆在22324点 创下了今年新高 国际指数高开71点 是爆在9202点 蓝筹股市全线高开 汇控高开0.9% 爆在54元 创下了半年新高 友邦高开1.1% 平保高开1.4% 豪股股盈于高开1.2% 金沙高开1.5% 本地地产股方面 酒仓市高开1.5% 新世界发展市高开0.8% 由美国联储局李氏就警告 美国出现长期 低经济增长的风险是有所上升 联储局的李氏塔鲍威尔 在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时就表示 鉴于美国经济市陷入了长时间的低迷增长风险增加 认为美国需要教育期是更长的低息环境 认为联储局要非常缓慢的进行加息 不应该急于加息 即使在下次9月一息前连续两个月出现了良好的就业报告 他也未必会在9月立即支持加息 认为要见到通胀升至2%的局方目标 以及不存在显著的环球风险事件 他才会支持进行加息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数据十分强劲 市场对联储局今年内加息的预期就是有所升温 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21间的直接与联储局由业务往来的初级债券交易商 有13间即是大约6成2 认为联储局年底前将会加息4分1厘 利率期货当中就显示 9月和11月一息会议的加息机会率都是升至了2成6 而至于12月加息的机会率则升至了近4成7 港教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金属的交投量 就包括削减短期交易收费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将会下调为会员短期套息交易费用4成4 在下月的1日起开始生效 除了削减短期交易收费之外 LME也是定立了转仓费的上限 每次转移上限为1万美元 按照去年的水平 大量为平仓合约的平均转仓成本需要是大约3万美元 而LME也就计划是减低初始保证金费用 但有待监管机构做出最终的批准 同时LME将会评估所有刺激交投计划 内地上月的外汇储备实行为减少 人民银行就公布 7月的外汇储备总结余为3.201万亿美元 按月是减少大约40亿美元 减少的幅度为0.1% 上海证券报就报道指出 国家外汇管理局指上月外汇储备规模实行为减少 是人行向市场提供外汇资金 以调节外汇供求平衡以及代币资产价格 重估式出现了上升 中国证券报的报道就指出 多家的机构解读数据 指上月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幅是较市场的预期小 预计未来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将会比较平稳 货币信贷政策仍然是维持灵活舒适的中性 而降准降息的几率就会比较偏低 澳志尊日前就宣布决定延迟上市计划 集团就表示 尽管香港公开发售股份已经是获得了超额认购 但由于国际配售包销商出乎预期的认购不足 集团无法获得联交所批准 以刊登有关全球发售的结果公告 集团就表示 考虑到发售股份的有益投资者的相关利益 因此集团就决定在现阶段不会进行全球发售 申请本港公开发售的股份申请款项 将会安排不计利息的全数退回 澳志尊原计划是发行1.875亿股 招股价介乎在每股0.8至1.2元 集资达到1.5亿至2.25亿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 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